7月下旬 河南多地遭遇特大暴雨灾害 郑州 新乡等地受灾严重 连日来 中兴设计者对上述区域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回访 新乡凤泉区受灾严重 生产玉瓣混凝土 干粉沙浆等建筑材料的一丰公司 是行业里当地龙头企业 也是应灾损失最大的企业之一 在一丰公司的一楼办公室里 人能文件被水浸泡后发霉的味道 从厂区墙壁上的水痕可以看出 当时的积水最深处 足以没过成年人头顶 为了环保 企业在厂区建设了数条地狼 运送生产原料 此外 该公司董事长表示 在刚刚启动的水泥 特种沙浆智能化项目投入的六台德国机器人 亦有不同程度损毁 目前 它们部分生产线已恢复生产 基本保障了当地大型工地的建筑材料供应 有望在本月下旬实现全面恢复生产 这些日是来个投资机千多元 7月60号 一唱风吹 我没出过 你把所有机器人的风吹都拿到伤害 现在挣开心 人家已经很同情 就是说所有的增加力量 你拿去了 所有的人工会 从都给你面对 所以说人家意识 你还没有使用呢 都保回 所以人家意识处于非常同情的心 整个院区的地势 我的地势是比较低 守占的是比较重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 也就是说复工提前 原来是计划一个月 现在提前二十年时间 就能复工 位于重灾区 卫辉市的灵性祖祠笔甘庙 也被洪水清洗 围墙 山门 大殿等不同程度受损 此次笔甘庙受灾 牵动着海内外灵氏后裔的心 世界灵氏宗亲总会 向全球灵氏致函 发起筹款活动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柬埔寨等国家 以及中国香港 台湾等地区的灵氏宗亲 纷纷响应 筹款逾百万元人民币 驻比干庙修缮 希望比干庙的受损情况能找到修复 然后回复以往的接待任务 尤其是向到比干庙来参访的人 展示世界灵氏迁徙的情况 以及我们的太史祖 比干公的中立精神 他们如果能够有机会到这个比干庙来参访 一定能够深深感受到几千年前 我们的太史祖比干公的中立精神 然后以此为个纽带 把这样的一种精神弘扬下去 灾后 各行各业复工复产 电力保障是基础 供电部门也在全力排查此前受损线路 确保民众用上安全电 放心电 可靠电 渭徽市宿灾比较严重的变电站 主要是110千伏 极限变电站 我们不光是城区 还有13个乡镇 我们然后是供电 已经正常供电了 包括101家企业用户 还有城区的商铺 都已经恢复供电了 目前我们下一步 主要是修复我们渭徽的电网 还要受损的那些项路进行修复工作